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承治腐败新手段 众特大贪污犯都将终身监禁 对众特大贪污社会犯罪规定终身监禁 虚假诉讼虐待被看护对象 依闹替考 法律的边界不容逾越 法律的修改 你都要首先考虑原有的规律 刑法大修 聚焦修正案9修改条款 关注老百姓应该知道的9件事 一线即将播出 8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9草案 本次修法以问题为导向 在完善刑法结构 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 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重要调整 很多热点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持续关注 每一次刑法大修都是整个社会向法治文明的一次迈进 那么刚刚获得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 经历了10个月的审议 多方研讨和调研 三亿起稿 应该说它不光承载了全社会对法治的期待 也汇集了全社会各界的智慧和贡献 那么这部法律通过了 它就将在未来走进我们的生活 注入了新鲜内容的刑法修正案9 未来将在哪些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呢 从刑法修正案9开始 9个死刑罪名将退出历史 他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 走私核材料罪 走私假币罪 伪造货币罪 集资诈骗罪 组织卖淫罪 强迫卖淫罪 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战时造谣货重罪 这就意味着 我国的死刑罪名减少到46个 这是继新华修正案8 一次性取消13种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 而且增设老年人的犯罪 原则上免死制度以后的 我们国家死刑制度的又一个重大的改革 这9种犯罪主要是以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为主 还有两种暴力犯罪 但很少 甚至从来没有适用过死刑 因此取消这些死刑 并不会对司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这些死刑罪名取消了 但这类犯罪行为并非就此不再发生 那么法律是否有较为稳妥的策略 来应对未来该犯罪行为的发生 保证对其惩罚的力度呢 这个罪的死刑给取消了 但是对他来说 依然评价为严重的罪行 依然有严厉的惩罚 那最高性还有无弃度性 所以不会犯罪罪罚 也有充分的手段来惩罚这样的罪行 刑法修正案9 取消9个死刑罪名后 对相应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减 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部门 建议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 规定终身监禁 这是刑法修正案9 三次审稿中最引人关注的规定 对犯贪污受贿罪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 可以同时决定 在其死刑缓刑执行两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 这样的法律设计 是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 因为我们国家长远的死刑政策 是对非暴力犯罪 渐渐就不实际判死刑第一执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增加一个死刑 不得减刑假释 坐牢终身的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 得到实际的使用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的 那么对犯罪分子就产生一个威慑力 既考虑当下的社会现实 又放眼未来 对刑罚结构做前瞻性的设计 应该说这样的规定 既符合打击贪污犯罪的形势政策 又回应了民众的期待 消息一出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人们在热议中不禁纷纷联想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近年来落马的贪污大老虎们将要被终身监禁了 刑法是绝对不可以适用于已决案的 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案件已经都判完了 已经生效了 那么刑法发生的变化 无论给他有利还是不利都不适用 虽然新的法律规定不能影响已经判决的案件 但是刑法修正案9 对贪污腐败犯罪的打击态度明确而坚决 刑法修正案9 将以新手段惩治贪腐犯罪行为 在刑法修正案9的修订中 官员是否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争论 贯穿了修法的整个过程 三 调修幼女罪的争议如此之大 当初为何会有这样的法律设计呢 调修幼女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加了规定 当时之所以这样设立罪名 是有着当时不容回避的历史背景 就是说扫环中间查到了卖淫幼女 之后有卖淫幼女被查到了 那么就抓她的客人 有的时候可能一查她的客人 插一串 这些客人都齐齐地喊怨 说我不知道这个原因 在当时的司法事件中 对于这样的行为 是否构成强奸罪认定十分困难 这种场合因为她没有使用暴力 没有使用暴力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也构成强奸的话 就是一种对强奸而言 就是一个特殊情况 就需要什么 要考察她 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是幼女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不能进行 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 也是出于对幼女的保护 对犯罪行为打击 法律将嫖宿幼女罪独立规定出来 只要对方是幼女 便可以确定犯罪行为的成立 因为当时立法 这个有真理性的保护幼女 同时也考虑到这种情况下 毕竟它跟一般的社会上发生的 坚言幼女的这个情况 有所不同 组合幻情况都有所不同 因此我认为 也还是考虑了她的组合幻情况 考虑了罪行的均衡的要求了 法律初衷是加大对幼女的保护 但随着近年来 社会现实不断变化 嫖宿幼女罪在司法实践中 受到诸多质疑 在审议过程中 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提出 嫖宿幼女罪是对幼女贴标签 最高型天青不利于保护幼女 且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 对取消嫖宿幼女罪意见强烈 建议取消嫖宿幼女罪 考虑到近年来 这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执法环节也存在一些问题 法律委员会进研究 建议取消刑法第360条 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 对这类行为 可以适用刑法第236条 关于坚姻幼女的 以强奸论从众处罚的规定 不再做出专门规定 刑法修正案9 嫖宿幼女罪取消 以强奸论从众处罚 4.遇到保姆虐待婴儿 养老院虐待老人该怎么办 不久前 一段名媒 绍兴盛州保姆虐待9个月大女婴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引发网友围观 视频中 保姆手头婴儿脸部 手持塑料棒类的物体 垂打婴儿头部身体 对着婴儿的脸部咳嗽吐痰 令网友感了震惊 我们的虐待自己 适用于对家庭成员的虐待 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 好多是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 刑法修正案9 突破法律局限性 属家庭成员外增加规定 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等 富有监护 看护职责的人 虐待被监护 看护的人 情节恶劣的 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有的全国人的代表 和有关方面提出 事件中也存在单位 进行上述犯罪活动的情况 建议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9规定 单位犯遣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遣款的规定处罚 这意味着 幼儿园 养老院等单位 如果实施虐待行为 也有了刑法约束 刑法修正案9 将保姆虐待婴儿 养老院虐待老人等行为 纳入刑法 这些孩子都是丢失的宝贝 每一个孩子和家庭背后 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都有一个 对完善拐卖儿童犯罪立法的 热切期盼 近年来 在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 惩处中 严厉打击买家的呼声 不绝于耳 我国现行刑法第241条 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但是第六款 有个特殊的规定 单书条款 就是说 如果是你不虐待儿童 不阻碍解救的话 那么是可以不追究 刑事责任 那么因为这么一个规定 也可能导致 在司法实现当中 基本上 买家都是不处罚的 事实上 在司法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 值得担忧的现象 会误导很多人 认为这种收买行为 它是不违法的 甚至是合法的 甚至有些人认为 帮助别人介绍买孩子 是帮别人去乡 或是在做好 是做善事 这么一些错误的误导 都会在当中产生 五 收买被拐卖儿童 还会被免除处罚吗 本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审议过程中 委员们针对这样的规定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认为 如果法条中保留 免除处罚 继续网开一面 法律的威慑力将大大减弱 不是免除处罚 也不是减轻处罚 只能重新处罚 这应该说是对这种行为的一个 严肃的 严厉的这样一个态度 刑法修正案九 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的处罚 同时删除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免除刑法的规定 无论是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处罚 还是打击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犯罪 都是刑法修正案九 在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做出的重要调整 另一方面 本次修法 在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诚信方面 同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需要明确的是 在法治社会 每一个公民在享受法律保护 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 必须尊重法律的边界和底线 六对医闹有怎样的措施 就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的三天前 又一则题为三亚统医生男子 曾组织亲属多次医闹的医患纠纷新闻建筑媒体 近年来 医闹已成为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现象 甚至有人以此为职业 利用医患矛盾 谋取经济利益 法律面对新问题 做出了新规定 有常委主持人员 文大代表提出 实践用个别人以医患矛盾为主 故意找了医疗单人秩序 严重侵害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省害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对待有助 医闹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制案久 将医闹正式写入刑法 强调这种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不可能单纯的靠 把侵饶侵害医疗的行业里 这样的一些行为 通过刑法就把它彻底的治理了 它是最终的手段 它是不得已而为治理 对这种情况 我们还要分别情况 不能够一概的按照犯件处理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 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刑法修制案九将医闹纳入刑法 首要分子最高可判七年 七 替人考试犯人考试犯罪吗 就在本次刑法修制案九二次审议前不久 将其南昌替考事件被媒体曝光 引发社会对替考行为危害的议论和反思 替考作弊的现象不断建筑媒体 甚至有学生因被人顶替 最终失去入学机会的新闻 有一种意见认为 替考作弊的责任人违法成本过低 相关机构通常以行政处罚党级处分了结 但对于这种行为 刑事处罚似乎不应缺席 如果高考国家大考 我赞成就是要不刑法 可以从政处理 可以用刑法来去 对从政处理 因为你现在愈演愈烈 这个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 对替考行为做出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一次这个罪名 主要是打击的是那些组织者 但是他同时也规定 如果是对组织考试作弊 提供相关的作弊器材 作弊十倍或者提供这个题目等等的功能 按照这个诸实考试作弊的这个罪名来处罚 刑法修正案9提醒您注意 计考属于刑法范围内的犯罪行为 八 虚假诉讼行为会得到怎样的处罚 刑法修正案9在修订过程中 关注近年来社会生活新情况 设计更为合理的法律框架 规范社会行为 在司法领域出现的虚假诉讼 便是本次修法的关注点之一 虚假诉讼情况复杂 不仅严重妨害司法秩序 有些还会造成他人合法权益重大损失 社会危害严重 基于此 刑法修正案9作出规定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防害司法秩序 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结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9规定 虚假诉讼最高可判七年 我觉得这个罪名的通过 将对我们的维护司法权威 将对我们的司法的秩序 将起到很好的维护的作用了 刑法修正案9提醒您 还有一种行为 今后也将面临刑法 在依照国家规定 应该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 使用伪造变造 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 护照社会保障卡 驾驶证等依法可以 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 病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一规定 一方面是对社会诚信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另一方面 在某些领域打击犯罪 也将起到良好作用 有很多诈骗 往往是从使用假的身份证明开始 因为有些诈骗的犯罪 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不好认定 但他使用假证可以认定 那行 我定不了诈骗罪 我可以定他 非法使用身份证明 证明的犯罪 来追究他的刑事则 刑法修正案9 将使用伪造 变造 或者盗用他人的身份类证件 纳入刑法 刑法修正案9 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 刚刚装满的游船 平行被盗 是内鬼所为 还是遭遇海上大盗 激烈的海上对峙 惊险的踏浪追击 盗贼屡屡得手的背后 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 不让大的时候 都可能给我们的船 有限贩 比我们一些 海上倒影 一线正在不出 2014年9月12日凌晨 一艘游船借着夜色 慢慢地靠近一艘 停航着大连一码头的运游船 游船还没停稳 三个人就跳上运游船 开始忙碌起来 我们埋伏人员 在前面的船舱里 船舱里门是关着的 关着它那个船舱的密闭性非常好 隔音听不着 包括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 只能是我们通过对氧机 然后对于今天 掉空 大约一分钟后 从游船的船舱里 窜出几个人 冲向刚刚上船的三人 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搏斗 从游船上来的三人 边打边退 其中两人很快跳回到游船上 另外一人在打斗中 掉落到水中 其中有一个人 被我们打到海里去了 其他两个人迅速返回船上 用船上的自带的勾干 与我们对峙 那么为这个掉水 落水的通火 创造逃跑的实验 游船上的人随即扔着一条缆绳 落水的人抓住缆绳后 游船随即加油离开 应该是在船上 作业时间很长 很专业的人员 吃海上饭的这些帮人 主要是从船员为主 拿正常人掉水里 80岚生 就是拽你都不好拽 他这80岚生 很快就把他就给救上去了 就是很专业 凌晨时分 这些伸手脚尖的水手 究竟为何而来 警方又为何早早埋伏 手朱带兔呢 事情还得从一艘运游船的 离奇被盗说起 它是一艘成米油运输船 那么它满载大概八百斤左右 它有八个舱 它早上就发现 第二个舱少就倾斜了 整个船体倾斜 那么经过测量账量 发现丢了三十多斤材油 因为我们船这船员 都很长时间了 都干了好多年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码头 停了也有四五年游了 从来没有让身 船上乘品油被盗的时间是在凌晨 在船上休息的船员毫无察觉 当时全体穿载都在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我们当时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下面里人比较困乏 可能这个紧密性比较低 没有发现 再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船 这个油船它靠下以后它不熄火 它有一个副发动机还在正常运转 噪音也比较大 由于需要给船上的设备供电 用油船靠下后 仍然会有一个发动机保持运转 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噪音 但三十吨柴油 在十多个船员的眼皮子底下被盗 不免让人生疑 油舱不熟悉外人 他到这船上找不到油舱的口 是这么情况 再一个就是这条船是刚刚加满油 装满油回来 所以说对这个船的整个行动轨迹 也比较了解 包括公司的运作情况也比较了解 那么大的量 它不是小 一桶半桶 那倒都没有事 它一下好几十吨 它不是一点都拿走的 必须有车 或是有关油罐车 之类的这些东西才能出去 但一个你往上抽油的话 人上去 比如说有动静 肯定就发现了 案发后 民警也第一时间 对被盗船只进行了痕迹勘查 这条船呢 一共有八个储物舱 那么被盗的是这个储物舱 当时呢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啊 通过现场勘查看啊 整个这个储物舱 外面没有遭到破坏 现场也没有留下 可疑的毒剂啊 油剂都很少 种种可疑的迹象 让被盗船只的经营者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员工出了问题 船上加满油的话 只有说他自己船上的人才知道 我今天刚起加上油 明天能准备出去 那个就是说 信息来的太准确了 所以说这个各个方面来分析 他们觉得是内部比较 可以比较大 当时也怀疑可能是内部人 或者内外勾结啊 做的案 民警随即对工资的员工 重点对船员展开秘密调查 这个公司呢 有前后啊 有四条船 加上被害船只 所有的船员将近八十多人 所以我们就比较这八十多人 对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啊 进行排查 船只的经营者怀疑 是不是有船员做内应 用油罐车倒走了船上的成品油 调取这份录像 对门尾进行盘查 询问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包括这份录像 整个的时间段 没有可疑车辆出入 因为运游啊 不是随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能运走的 它需要专业的油罐车 从陆地运走 调查一圈下来 公司的员工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更让人意外的是 案发九天之后 停靠在同一码头的另一艘运游船 又被盗了 他们的船 也丢了大概三十多人左右才有 当时估值一只二十八万左右 那么在短短的一周内 连续发生两起 那么涉案价值将近七十多万 所以更加引起我们的动势 两起造写运游船的案件 作案的时间地点和手法都如出一辙 警方分析 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决定并案侦查 这个游从海上走了 对我们辖去所有的船只 可疑船只 改装船只 有越游条件的船只进行摸牌 与此同时 警方也加强了对码头停靠游船的守卫 特别在凌晨时段 与船员一同隐蔽在船舱 守株待兔 每天晚间都是在十一点左右 我们就上岗 上岗就是在它那个 运输游的船机上面 船舱里边 真的 2014年9月12日凌晨一点多 民警从监控器上发现一艘游船 正在慢慢地将运游船靠近 到达这个目标以后 在100米左右就把发动机灌了 然后随着这个灌性和海水的潮汐力 它就滑行到这个船头了 基本是无声地靠过来的 鱼船上的三个人 迅速跳上运游船 准备实施盗窃 引领监控视频的民警 立刻通知引迪在船舱的同事和值守的船丸展开抓捕 听到明明之后 我们立马就从船舱出来 他们反应特别快 意味着他们长期导游 说白了 就是也许对船机导游数有地方的 比我们要熟悉得多 咱们在这敦空守候的民警 包括他们公司的人员 上船那边跑 跑的时候 那么船上的人也发现了咱们的人了 他们那时候那个管子 已经把那个油舱盖给打开了 管子已经拉过去了 就在民警展开抓捕的时候 三名犯罪嫌疑人一边反抗 一边向他们的渔船逃去 他们当时感觉可能不太对头 我们的人还没能处出来 他们已经往他们船上撤退了 我们出来以后 他们与我们产生了短暂的搏斗 搏斗中 一名犯罪嫌疑人掉到了海里 他的同伙扔下缆绳后 迅速驾船离开 落水的嫌疑人也很快回到了渔船上 当时分析第一个是经常作案 这个手法包括上船登船都非常迅速 再一个区域年轻化 因为岁数大的人上下船不可能这么灵活 再一个通过落水情况看 他很快的自救 应该是体力水性是比较好的 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水手 民警随即发动摩托停 展开追击 正常的摩托停 但民警依然紧追不舍 当时最近的时候 离这个作案船是在十米左右 十到十五米 但是因为他没法靠近他 因为他发现我们的船要靠近的时候 他就来火打渡 打渡就产生波浪 对我们这个船产生颠簸 波浪大的时候 都可能只是给我们这船了 就先饭比较危险 最到那有个五海里多吧 因为那是小艇嘛 毕竟油料有限 再加那个天气气候浪 因为我们那个毕竟是小快艇 前一人疯狂地逃窜 甚至试图撞击摩托停 为了保证安全 民警终止了追击 虽然当天被迫返航没有什么粘果 但是我们近距离观察到了 船只的一些信不特征 首先它是一条木质的船 木质船的颜色是深色的 那么据追捕民警的反应 说这条船和我们当地渔船不一样 这座渔船没有船号 而且船身的池水线 也不像其他船只 是一条直线 应该正常前面有渔船都有那个围杆 它这个偷渔船 偷渔船没有围杆 这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救生法 那么这个救生法 引语写的可能是一个记字 记应该是河北的方向 那么我们更加怀疑 就船一个失败地的船 此外通过船只当时航行的位置和方向 结合海事交管部门的信息 警方推测出来这艘渔船的逃跑路线 被迫返航以后 我第一时间跟海事交管部门取得联系 那么海事通过他们的卫星 发现这条船大致的逃跑方向是经过我们大营的旅顺 逃进山中方向 厉害的方向 三十米左右的木制渔船 没有船号 船身吃水线不是直线 缺少纤维杆等显著的特征 让这个海上盗游团伙 渐渐露出了马脚 警方决定 从作案船只入手 打开案件的突破口 那么咱就是先从船开始找起 去摸排这个船去 确定了以船找人的侦查方向后 明镜把侦查重点放在了河北和山东的沿海地区 这种类型的船在河北和山东当地非常多 再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对河北和山东的地形地矿也不熟悉 那么每一个有挺拨条件的挺拨点码头 我们找的不是很准 所以我们就采取最原始的办法 就顺着这个海岸线走 当民警沿着海岸线展开摸排时 令民警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与大连的渔船都停在一些大的码头不同 山东河北的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停拨点 而且相当分散 大连里面叫港口 他们叫停拨点 只要说有水流的地方 他们就能停上船 他就上那边去了 去了以后 到那以后一看 傻眼了 太多了 他这就是几个大的港口 他一去就能找着 就那么几个地方 他们的地方 二三十个 这样一来 想要找到最万船只 就如同大海捞针 但是为了万无一失 民警还是没有放过任何一艘船 假如说早晨六点涨潮船能上来 那我们早晨就在六点去 五点涨潮上来 那么我就在五点去 有时候是说 就达就是根据潮汐作业 不能说按照达的重船作息时间 有时候深夜上来船 达深夜还得去 我们走遍了山东和河北 所有野海能停拨船的地方 我们全走遍了 前后摸牌了 可以船只将近三天多条 历经一个多月的排查 民警终于在山东省东营市的一个船只停拨点 发现了一艘可疑于船 正常的船不会有万能停拨 正常做一个船 它需要打一些海货 或者上一些补给物资 那个地方不方便 没有交通条件 再一个 这个船停 明显是人民在藏来的人 在一个建筑物后面倒了 此外 没有船号 缺少前媒干 等警方早已注意到的特征 也都一一对应 船上有油漆 出货弹尽时 感觉是装油的船 对 拉过油的 下到达那个机舱里边 在很隐蔽的位置 发现了抽油的机器 管子 管线 他根据管线 然后在前舱里 那个船头位置 又发现专门用油 往船上接油 那个场管 软管 在他现在 应该就是透油那船 确定了作案船之后 警方随即展开 对船主的调查 2014年12月26日 民警在河北省 将张长永 王东亮 赵燕勇等 六名犯罪嫌疑人 缉纳归案 到案以后 他们供出了 一共在大连作案三起 盗窃 成品菜油 在90多吨左右 那么 整个案件 造成的损失 将一百多万 精神区 该犯罪团伙 为了盗窃运游船 买来渔船 进行改装 不仅动力达到300马力 抽油速度 更是比专业运游船 还要快 所以作案 才能屡屡得手 随着嫌疑人的落网 一个长期活动于 环渤海湾的 海上盗窃成品油 犯罪团伙 被彻底打掉 环渤海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